嗨,大家好,我是坦平说,带你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7月2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 先说说这个赫尔松战场 大家也知道这个乌军在赫尔松这主要是在蒂尼泊河的左岸 要占据一些阵地和渡河的点 准备为乌军渡河做准备 但目前呢,乌军并没有大规模的渡河 这个恐怕是时机或者其他考虑 俄军呢,那么一直想把这些小规模的乌军啊 想把他们赶走 但是呢,尽管用了各种方式都没能赶走乌军 这个俄军啊,现在基本上什么手段都用了 根据英国国防情报局7月19号的这个说法 他们认为啊,俄罗斯指挥部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 什么艰难的选择呢 就是说啊,是不是要用扎布罗热州的部队 增援乌克兰赫尔松州的部队 就是说要不要从扎布罗热的前线抽掉部队到赫尔松来增援 自2023年7月开始 蒂涅伯河下游地区的战斗很可能会增加 除了东岸的安东尼夫卡大桥废舒附近的乌克兰 乔特堡周围激烈战斗外 小型部队,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也一直在争夺蒂涅伯河三角洲的岛屿 什么金本半岛啊,什么大剑半岛啊 那个蒂涅伯河如海可玩的三角洲有很多岛 俄乌双方在这岛上也是小规模的这个部队啊,在争夺 双方都使用小艇快速的摩托艇 乌克兰已成功使用战术单向攻击无人机飞行器摧毁了一些俄罗斯船只 俄罗斯面临着两难境地 即决定是否通过加强其蒂涅伯罗部队集团来应对这些威胁 而牺牲在扎伯罗热州面临乌克兰反攻的紧张部队 咱们以前也说过了,这个乌军在蒂涅伯河这渡河啊 本身也是为了牵制俄军啊 就让俄军难以应付,疲于应付啊 那么俄军现在就是面临一个问题 要不要从扎伯罗热调部队到赫尔松 加强赫尔松的防御 那么这样的话他扎伯罗热这边防守啊也就薄弱了 这个俄军啊在战场上的兵力还是不够 正因为他兵力不够啊 导致这个俄军啊得不到正常的轮休啊 就是两个月就应该安排去休息一下 远离战场然后再返回来 结果战场上的俄军啊普遍都是十个月了都没得到轮休 这些士兵啊精神高度紧张疲惫苦不堪言啊 所以这个58集团军的军长就因为抱怨这些东西 被烧伊古和格拉西莫夫免掉了 当然了被免掉的不是他一个人 好几个指挥官 那我们再看看那个克里米亚 这克里米亚现在啊 乌军把这个克里米亚大桥炸掉之后 立马遭到了普京的报复 俄军对奥德萨还有尼古拉耶夫这两个港口 连续两天大规模的数十枚导弹及无人机攻击 当然了在基辅啊赫尔松啊 还其他的乌克兰的一些地区 都遭到了俄军的导弹袭击 由于俄军啊对这个港口的轰炸 导致乌克兰在奥德萨和切尔诺莫斯克海港 6万吨粮食被摧毁 这些粮食本应在60天前装上船只 并沿着粮食走栏运送 这是乌克兰的土地政策部长索尔斯基宣布的 这个俄罗斯宣布退出乌克兰黑海粮食运输协议之后啊 他先炸这个奥德萨和尼古拉耶夫这些港口 这个我在以前节目介绍过 他肯定是要炸的 那就看乌军的这个防空系统怎么样 经得起经不起考验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说啊 普京不仅撕毁了黑海粮食协议 现在他连续第二个晚上轰炸奥德萨 他正在剥夺世界获得乌克兰粮食的希望 他的每一枚炸弹也击中了世界上最贫穷的人 当然了这个乌军也没闲着 路透社7月19日电 俄战克里米亚半岛基洛夫斯克地区 一个军事训练厂发生火灾 这个火灾呢有多厉害呢有多大啊 韦州长阿克肖诺夫说啊需要疏散4个定居点的居民 人数超过2000人 这个火灾啊导致附近的一个高速公路啊 这也是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个主要干道 叫塔夫里迪高速公路被关闭 就是熊熊燃烧的大火啊 已经妨碍到旁边的这个几个村庄 2000人要疏散 然后旁边的高速公路要关闭 你就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爆炸 实际上是俄军啊在克里米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仓库被摧毁 那是谁干的呢 据塔斯社最新消息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19日证实 乌方人员参与了克里米亚基洛夫区一个军事训练场的火灾事件 报道称布达诺夫说啊 克里米亚军事训练场发生的火灾 是乌克兰情报人员和军事人员参与执行的 老规矩啊 人乌克兰人自己承认了啊 这就是我炸的 看样子啊应该是乌军啊 使用了英国的这个风暴阴影导弹或者是法国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克里米亚啊 斯塔里克里姆这个俄罗斯弹药库 距离前线是230公里 风暴阴影呢彻底的把它摧毁 送他们上路 据说啊这个燃烧就烧了四个小时 大火啊四个小时都没有烧干净 这个是个非常大的一个军火库啊 由于这个克里米亚现在越来越不安全 所以这个居住在克里米亚的这俄罗斯人 还来度假的 现在都在抓紧时间呢逃离克里米亚 人们啊纷纷挤上这个火车 因为啊汽车啊 没办法通过那个克里米亚大桥 然后走这个大路桥啊 又是堵车 所以他们都称作火车离开克里米亚 导致这个火车啊人马为患抄载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国家度马议员呢 叫波诺马廖夫 他说啊要轰炸前往克里米亚的俄罗斯游客 哎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俄罗斯媒体7月19号报道啊 说俄前国家度马议员波诺马廖夫叫嚣 对金鹿鹿前往克里米亚的俄罗斯游客进行袭击 他说啊也许我会比乌克兰军事指挥部更残忍些 我会主动向大批人群发动攻击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他的潜台词就是这帮人就是来送死的 这个俄罗斯人呢 狠起来啊 对自己人也这么狠 他就是嫌弃这些俄罗斯人呢 通过陆路嘛 到克里米亚 因为那个陆路啊 大路桥啊 到克里米亚这个现在用作军事用途啊 主要是用军火 那你民运车辆在里面挤 那不就造成堵车吗 一堵车 那是不是这个扎布罗瑞的这个俄军的后勤不挤啊 就会出现问题 干扰了俄罗斯的这个军事行动 所以这个前国家杜马议员呢 他居然说啊 要是我的话 我就直接冲这些人炮击 这些人本来就是来送死 你看看 他连对俄罗斯人都这么狠 你还指望他对乌克兰人 占领了乌克兰之后 他能多仁慈吗 估计也是喝了早酒啊 这么疯狂 关于克里米亚大桥被炸呀 现在俄罗斯方面咬定 不是英国就是美国 或者就是两国家一起干的 或者是提供了帮助 协助乌克兰 指使乌克兰炸的克里米亚大桥 这个英国军情六处啊 负责人莫尔 对俄罗斯指责 伦敦于试图炸毁克里米亚大桥事件 进行了评论 莫尔表示啊 普京总统认为我的机构参与其中 这让我感到荣幸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英国已表明将协助乌克兰自卫 这也是我们正在做的 我们将提供军事援助和其他帮助 以帮助乌克兰夺回失地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普京啊 非要说这个克里米亚大桥被炸 是英国的军情六处干的 这个你太高看我们了 我很高兴 但实际上不是我们炸的 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虽然在支持乌克兰反侵略 对吧 夺回领土 但炸大桥的事情跟我没关系 一码是一码 帽子不要乱扣啊 黑锅不要乱甩 到这里大家就知道了啊 关于轰炸啊 俄罗斯用什么口径导弹 匕首导弹 炸奥特萨港口 炸尼古拉耶夫 炸的都是民用设施 炸的都是粮食 六万灯两下全部烧掉了 乌军炸的什么呢 炸的是他的军火 这两下一对比 就知道这个俄军啊 俄罗斯啊 是多么的邪恶 他专门打这个民用目标 只要把民用目标打中了 那个目标就是军事目标 你说什么都没用 他在这个尼古拉耶夫啊 炸中了一个酒店 他炸中了酒店之后 他就说那个酒店里面是 北约的什么高官在里面 正在开会 指导乌克兰 乌军啊 什么大反攻之类的 我们再看看这个巴赫木特战场 乌克兰的陆军司令 希尔斯基在BBC采访中说 我们在巴赫木特丢了不少兄弟 重新夺回这座城市 是一场荣誉之战 在过去两周中 乌军将战线推至城市边缘 威胁南北两侧防御节点 贝尔西夫卡和克里西夫 但之后战线基本固化 双方进入拉锯状态 希尔斯基说 美国援助的极数炸弹 已经用达战场 大概在接下来两三天里面 首先用到巴赫木特战场 这是希尔斯基说的 那在巴赫木特的俄军 还是梯桶保路吧 收拾收拾 赶紧溜吧 多危险呢 虽然乌军要用这个极数炸弹 人家已经说得很清楚 炸弹到了还没有用 接下来两三天会用 先通知一下俄军 对吧 你要跑了就算了 你要不跑我就炸了 但是俄军呢 昨天开始就已经在用极数炸弹 乌克兰第三突击旅前线指挥官称 他们认为 俄军在巴赫木特南部阵地争夺中 使用了极数弹药 社交频道上一段俄军使用极数弹药 打击乌军的视频显示 极数弹药打击效果相当恐怖 乌克兰第三和第五突击旅多支突击队 攻占巴赫木特高地后 遭极数弹药迎头轰炸到处是子母弹 爆炸和燃烧 暴露在阵地上的乌军士兵 很难找到生存机会 毫无疑问在交战双方都毫不避讳的使用极数弹药后 战场会变得更加血腥 就是说俄军已经在巴赫木特的南一 就是K称使用极数弹药了 乌军还没有用呢 乌军还在预告 不仅俄军在用极数弹药 根据巴赫木特的乌军报告说 俄罗斯人对他们使用了毒气 当然这种事情在战场上也不是第一次了 7月5日 俄军就曾使用毒气 乌克兰军队把现场证据 已经转交国际社会 虽然乌克兰的战士们 佩戴了防毒面具 但是还是出现了一些恶心 呕吐和撕裂的疼痛等情况 现在乌克兰正在收集证据 证明俄罗斯违反了战争最基本的人性准则 动用毒气 在巴克木特的南翼就是K层 乌军已经占领了西北高地的防御攻势 居高临下 虽然俄军使用了这个极数炸弹 但是俄军依然没能拿下这个高地 同时 乌军也趁机用无人机 观察和火力支援 来消耗俄军的这个战斗力 这个无人机主要是搜索猎杀 俄军的重炮部队 晚上有很多乌军这个无人机 炸毁俄军的叫玉金箱这种重炮 这个玉金箱是世界上最大的迫击炮 这个炮弹就130公斤 最大射程将近10公里 当然在南翼啊 乌军啊 首先一个他已经在围攻啊 拿下这个安德里夫卡 这个安德里夫卡呀 是通往克里什齐夫卡的 这个补给线的最后一个关口 就是最后一个防御攻势 把这个安德里夫卡拿下之后 就相当切断了克里什齐夫卡的这个运输补给线 乌军现在正在进攻安德里夫卡 这个叫库尔九米夫卡呢 乌军已经拿下了 现在正在打扫战场 就是清除战壕里面的这些残余的俄军 所以这个K村啊 目前来说虽然有这个 乌干斯克的第四旅 还有车臣的特种部队啊 阿赫麦特种部队 恐怕都守不住 趁早走人 因为这个乌军 急速弹药也要过来了 双方都用这个急速炮弹呢 互相轰炸 这是巴赫木特的状况 我们再看看扎波罗热 在扎波罗热啊 乌军还是受制于这个地雷啊 困扰 但是乌军现在是每天啊 在扎波罗热 要发射 几百枚 海马斯火箭弹 和这个神剑制导炮弹 只要这个58集团军呢 一露头 对吧 他一暴露这个炮兵阵地的位置 那么 马上就会遭到 乌军的海马斯的打击 还有神剑制导炮弹 猛烈轰炸58集团军的这个炮兵阵地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58集团军的元军长波波夫啊 他一直抱怨 一是58集团军得不到龙患 坚持了十个月了 疲惫不堪 第二个是58集团军缺少那个反炮兵雷达呀 就是乌军的海马斯炸完之后人家就走了 俄军没有办法反击 就是58集团军搞不清 这海马斯在哪儿 缺少这个先进的反炮兵雷达 所以啊这个58集团军只有挨揍的份 就是挨炸的份 炸的实在受不了了 所以这个58集团军的军长叫波波夫啊 他要越过少伊古和格拉西莫夫 直接向普京汇报 那你说少伊古和格拉西莫夫能容忍吗 立马把他免了 但是在扎波罗热这个战线变化不大 双方还是拼消耗 看谁能耗到最后 根据乌克兰国防情报局报道啊 俄罗斯计划在7月底 对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另一次挑衅 一些情报表明 占领者正在准备假期行动 这将导致扎波罗热核电站发生大规模事故 根据现有信息 目前正在准备对该站进行另一次模拟炮击 以进一步指责乌军 这个咱们在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之后就说过了 作为他的这个报复的一部分 可能要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做手脚 俄罗斯现在炸一炸 奥德萨和尼古拉耶夫这些港口炸一炸粮食 这个已经没有办法解这个普京的心头之气 因为这是第二次炸克里米亚大桥了 他这个报复一定会升级 那怎么升级啊 普京也不敢用战术核武器 所以说比较大的可能 就是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上做文章 遭到乌军的无人机攻击而死亡 当时以万诺夫正驾驶着一辆汽车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传奇旅长啊 应该是卢干斯克第二旅 什么卢干斯克123独立 摩托化步兵旅团长呼号为塔什干 他现在是第二旅的旅长善孝 这个人在卢干斯克啊 清俄民兵里面还是非常出名的 要么怎么叫传奇旅长呢 他的这个汽车啊 被乌军的无人机看中了 最后就去俄化了 去军事化 提前休息啊 这也挺好的 要不然在乌克兰战场上高度紧张 每天还得想办法怎么样报什么样的数据啊 给稍一股 给格拉西莫夫 报多了自己不相信 报少了吧 稍一股不高兴 天天为这个头疼啊 焦虑啊 这回彻底不用操心了 再也不用报什么数字啊 按照这个网络上的时髦的话啊 就是天堂里再也没有这些什么数据 再也不用操心什么 摧毁了多少辆鲍二 多少辆布拉德利战车 这个俄军的士兵啊 尤其这些旅长 他都没见过鲍二坦克 也没见过布拉德利战车 但是他每天还要报 说他们摧毁了多少辆 你问他报二坦克长什么样 他也不知道 就你要不报稍一股 当然你交不了差啊 咱们再看一段电视采访 这个电视采访啊 是凤凰卫视做的 凤凰卫视的记者啊 采访哈尔科夫的警察局的局长 这个采访很有意思 大家先看视频 乌克兰哈尔科夫地区 国家警察局局长基莫什科 接受了凤凰卫视特派乌克兰记者 陈寅的专访 他表示 自从俄乌交战以来 哈尔科夫地区的犯罪率 因为民众的齐心卫国 而下降了很多 当地警察的支持率 也上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相反 在俄战区内 俄军士兵偷盗民宅的情况 则是大幅上升 乌克兰哈尔科夫州 国家警察局局长 基莫什科 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 去年二月 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 哈尔科夫地区的 各类犯罪率明显降低 现在人数集聪明显 人数集聪明显 国家重拆运 传承机 人员 宿承机 总结束 人员 互相打 作证 共同一方 而是很大的組織,就是每一人都幫助,很多勞動員 寂寞時刻表示,在暫時狀態下,哈爾科夫地區國家警察 已獲得了公眾80%的支持率前所未有 此外,寂寞時刻指出,俄烏交戰以來,烏克蘭方面 記錄到很多俄方軍人偷窄俄戰領區民宅的犯罪情況 這個局長說,俄烏戰爭以來,哈爾科夫的烏克蘭人 因為是大家團結一致,抵抗俄羅斯的侵略 所以反而顯得很團結,然後犯罪率下降 就是偷東西的情況少了 但是俄軍在俄戰區,那是大肆搜刮 偷這些家電,兵箱,偷烏克蘭人的財產 這裡面當然就是最受歡迎的,就是二手家電,二手冰箱,彩電 因為俄軍大部分都是從俄羅斯邊緣地區,貧困落後地區徵召上來 這些人跑來打仗,本身就是為了錢,一個月二十萬盧布 所以他一旦有機會,他一定要偷洗衣機,寄回家 咱們看來這洗衣機根本就不值錢 你要賣的話,不就十塊錢嗎?收舊家電的都是十塊,十億人民幣 但是這個對俄羅斯那些士兵來說,那簡直是如獲至寶啊 就缺這個,你從這個就可以看出這個俄羅斯 它是什麼樣一個生活水,我們再看看這個外交以及國際援助 美國參謀長聯繫會議主席米利說啊 烏克蘭還有大量戰力為投入對俄羅斯的反攻行動 現在就平斷烏克蘭反攻失敗,還言之過早 這個米利說啊,烏軍現在缺的不是飛機 而是缺的是對付地雷的手段 你看,現在阻礙烏軍前進的就是地雷 但是我覺得啊,這個飛機啊,還是需要的 你有了F16,你就有了制空權 有了制空權,至少這個俄軍的卡52它就飛不過來啊 你的坦克就不需要擔心卡52從空中打擊啊 至少你的那個排雷車啊,掃雷車可以這個執行任務啊 沒有了這個制空權,那烏軍的這個直升飛機 它就可以到前線打擊那些炮兵陣地啊,那些反坦克手陣地啊 這一切都是為了保護這個掃雷車啊,去掃雷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這個烏克蘭啊,在扎波羅斯 損失最多的就是掃雷車 德國稱將向烏克蘭交付一套愛國者防空系統 那這個可以說是叫雪中送炭啊,烏克蘭就缺這個 烏克蘭到現在只有兩套愛國者防空系統啊,你再送一套就是三套 按照斯隆斯基的說法,烏克蘭需要五十套 這個伊朗外展說啊,我們尊重每個國家的領土完整 包括烏克蘭的問題,根據國際法,這應該是所有國家的首要任務 這伊朗外展好像這個精神又正常了 昨天還說譴責烏克蘭的這個襲擊克里米亞大橋,這是恐怖襲擊 今天又說尊重烏克蘭的領土完整,這麼左一下右一下的 也別管烏克蘭了,你說普京能受得了嗎? 難道連伊朗都要被刺普京了嗎? 伊朗說要尊重烏克蘭的領土完整,你說這個是太陽打西邊出來了 我們再看看這個普京啊,到南非參加這個金莊會議,金莊峰會的事情 首先啊,這個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卡里姆漢多次提醒南非 一次又一次的提醒南非啊,說啊 如果普京出現在8月的南非金莊國家峰會上,希望南非徵從國際法逮捕普京 怕這個南非是不是忘了,或者是想蒙混過關,沒門 這個檢察官卡里姆漢隔三差五就打電話給南非提醒一下 你們要在這兒,在南非見到普京,必須把他逮住 交給海牙國際刑事法院,所以說南非的壓力大呀 所以說南非國內就分成兩派呀,這個在野黨就要求必須把普京逮捕 那你說這個總統他哪敢逮捕普京啊,這不是要招這個 梅特維杰夫的核武器嗎,核報復嗎 今天啊,終於有結果了,這個梅特維杰夫啊,他把話已經挑明了 他說啊,抓普京就是對俄宣戰 這個事情搞了這麼多天之後啊,今天終於有了結果 就是啊,普京不會到南非出席金莊國家峰會 而是由外長拉夫羅夫替代,前往現場 然後普京的是視頻參會,躲在那個地堡裡面 對著他那個大電視機啊,參會 至此啊,這個南非總統算是長輸一口氣啊,就是懸著的心放下來了 咱們上一期已經說過了,這個普京啊,是個二批臉 為什麼叫二批臉呢,就是你要去南非開會 實際上就是去做客嘛,人家南非國內就因為普京的事情 都已經打得不可開交了,兩派互不相讓 一派要抓他,一派說不能抓,抓了這個核武器就來了 就是像俄羅斯宣戰啊,任何一個正常的人 你到人朋友下去做客,說好了,周末去 結果你朋友打電話來了,說人家裡夫妻倆在打架 你還要去,你說這是不是二批臉 就沒有這麼幹的,就是七十多歲的人了 又不是小孩子,這種事情你就讓拉夫羅夫去 或者讓這個梅德維杰夫去 讓梅德維杰夫啊,也緊張緊張 誰要把梅德維杰夫扣了,那就是向俄羅斯宣戰 那俄羅斯要核彈和平的,看看梅德維杰夫害怕不害怕 總之啊,這個普京最後一刻還是慫了 自己說不去了,即便南非不逮他 這俄羅斯國內恐怕也有可能要翻天啊 這普京前腳走啊,後腳那個地堡就被別人佔了 好,這集嘛,我們就聊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